猫吐白沫是怎么了 猫猫吐白沫是怎么了 其实吐白沫表现的是一个胃部不适的一个表现 但是有很多疾病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现象 比如像急性胃炎的时候 比如像吞噬异物的时候 比如像胰腺炎的时候 它都有可能因为呕吐而发现嘴边全是白沫 但也有的时候是另外的疾病 比如像癫痫的时候 那猫咪癫痫的时候它会死值强值 然后大概抽出时间从几十秒到几十分钟之间不等 等它缓过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整个嘴边都全是白沫 有点类似于人类阳边风这样的 所以出现白沫 我们一定要去鉴别它到底是哪一种形式 如果是因为呕吐 因为腹部剧烈的一个变化 比如像哇哇哇这样吐出来的 那我们讲可能很多时候是见到胃肠道不是 或者是相应其他的疾病 但是如果发现你发现 它好像死值强值了 好像它对你的呼应减少了 或者有一段时间它不能自主了 而这个时候出现的白沫很有可能是癫痫所造的 小些事 其实吐白沫是胃部不是的表现 很多疾病都会造成这种现象 就像急性胃炎 吞噬异物 一线炎等 都有可能因为有吐导致嘴边都是白沫 但有可能是由于疾病 比如癫痫 四肢强值 大概抽出几十秒到几十分钟时间不等 吻过来后嘴边全部都是白沫 吻过来后嘴边全部都是白沫 吻过来后嘴边全部都是白沫